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 他被著名武师陈长兴收为弟子 陈长兴很看重他 后来还将陈氏太极传授给了他 而在得到了陈长兴的侵传之后 杨漏禅离开了陈家沟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并在那里开设族馆 广收徒弟 做了一名太极教头 在自己家乡开设族馆的这段时间 其实杨漏禅的名气已经有了 他们家乡附近的人都知道他的威名 在后来 有一位来自京城的官员路过此地 得知杨漏禅的武功十分了得 在见识了杨漏禅的本事之后 就把杨漏禅推荐到了京城的一个大户人家张家 杨漏禅于是关闭了武馆 来到了张家当护卫 到了张家之后 由于他将张家其他一等一的高手护卫 给依依轻松打败 杨漏禅的名声 一时间传遍了整个京城 展开全文儿这个时候 张家已然是留不住杨漏禅了 他被邀请到了京师奇营武术教师任职 在这一时期 他将太极进行了简化 使得太极的流传范围越来越广 这也让杨漏禅的名声传到了那野皇室贵族那里 而在得知杨漏禅在奇营的消息之后 第一个想要拜法他的居然是肃亲王 肃亲王亲眼看到杨漏禅武功后 便把他请到了王府之中 让他传授给自己全法 在得到肃亲王赏识后 杨漏禅也成为了他人眼中的杨无敌 那么 杨漏禅真的能配上杨无敌的称号吗 在来到了肃王府之后 杨漏禅曾经和肃亲王有过多次比试 但是 在同肃亲王的比试中 基本上每次都与肃亲王打成平手 这其中不排除杨漏禅 有故意让着肃亲王的意思 出于对杨漏禅真本事的探究之后 肃亲王请来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八卦宗师董海川 这一次 杨漏禅没有谦让的理由啊 在同董海川的此时中 两个人站平了 多个回合下去 两人还是僵持不下 从杨漏禅和董海川的比试中 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杨漏禅在当时并非世人传得那么神 杨无敌的称号 显然是被世人夸大了 就连杨漏禅自己当时也承认无法战胜董海川 只能同他打成平手 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杨漏禅的真本事 作为八卦宗师 董海川的武术造诣也不可小觑 杨漏禅可以同八卦宗师打成平手 也是对他功夫的一种肯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